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三世国王 英国面临新国王跟新的首相特拉斯刚上任 那到底未来英国会不会有个新的时代 未来英国怎么走 英国秩序标榜想要脱离欧洲之后 希望成为世界的英国 这个盛平你可不可以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伊沙白女王的这个趣事 对英国来讲会有什么影响 对世界有怎么样看待她 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她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英国王室的继承 她甚至还没有换一个总理的影响大 完全是礼节性的 她现在在政治中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当然国内就习业给她发了宴殿去慰问她 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 但比较好玩的是她9月9号这一天 按照国内的计算就9月9号 按照西方的有12小时差 是9月8号 她死在这一天 这一天刚好是 毛也是死在这一天 就9月9号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天 就是毛的一生 跟这一天她有个不解之缘 毛第一次创业 她开了个文化书屋 当时还谭阳凯给她写的那个写的扁 就9月9号 那是20年的 她秋收起义呢 就第一次造反 上金刚山也是9月9号 她自己说她一生中最黑暗的那一天 就是差一点就被张国焘 就无力解决了 草地分兵 三五年也是9月9号 死呢也是死在9月9号 那中国人比较对99这个事儿 比较讲究 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 当时 封义祥 颜锡山 他们当时呢就是在北京 成立新的政府 也是选在了 那一年的9月9号9点9分 就是所谓五九吧 都是选这个 这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我觉得 这个宇文 谈谈这个你怎么看这个1324跟英国 还有英国现在面临这些困难呢 查尔斯王子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当然我觉得我个人都觉得这个查尔斯王子没办法跟他自己的妈妈来比较 世界各方的西方观察家 甚至媒体也都不看 你怎么看 这个伊丽莎贝尔是被认为这个英国这个我们讲 这个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人物 而且这是所谓的英国的这个稳定的一个象征 所以讲这个他的去世的话呢 所以你如何来理解属新时代的问题了 如果这个我们讲是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话 英国肯定是没有新时代了 但是如果说是把这个属新变化理解为这个新时代 那是会有的 现在大家的讨论主席 因为为什么讲呢 因为恰恰是现在英国的这个 他的这个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英国欧洲之后呢 包括他的国内的我们讲这个经济啊 这个通胀啊都非常严重 经济现在被他的所谓的这个殖民地印度超越了 印度现在是我们讲这个 第一艘航母的这个军旗也改了 原来是带有英国痕迹的 那么把那个前列的路也改了 所以叫这个印度是要去英国化 去极命化他 莫迪是一个我们讲 他是一个所谓印度极奥的民族主席 所以他在觉得在GDP超越英国之后呢 那么就是会他不愿意就是说 肯定就大概就是说英国留下来的痕迹 他可能要一一的给他去掉 所以在这里面涉及到英国的一个 属于英联邦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英联邦南太医生国家 南太医生国家包括这个也是 对对这个英联邦包括这个英国女王 他们自己的国防都是很有意义 包括这就是一个就是英联邦的问题 包括这个英国内部的是有北爱的问题 斯格兰的问题 因此来讲我们讲这个斯格兰的问题的话 这个由于一个英女王我们讲她是来源 其实是来源于斯格兰的 所以说这斯格兰民众对英国王室还是很有感情的 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么如果这个英国女王去的叫查尔斯接位的话 能不能让斯格兰民众对喜爱 信任我们讲这个伊丽莎白二是那样喜爱她的吗 当然现在也打个问号 有人讲这个有个民调审视说 这个查尔斯能够做一个好国王和做一个不好的国王的比 都是商务中 都是大概都是32% 但实际上一件的话 我们讲在一般从舆论的这个角度来看 但可能就是没有她母亲那么高的这样一个威望 印度甲乌斯我们讲这个 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手上这个特拉斯特斯拉 我一直把她面前拉斯拉斯拉斯不只是你 很多人都会念不出来 对对对这样的话 她原来是对这个这个斯格兰是起我们讲这个托英的话 这个独立的话起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所以在看她怎么怎么处理的特拉斯的话 她对外交上的我觉得应该来说是一个是一个外交生 这个外交生 像她虽然做了外上做了一段时间 但是她在她前担任的四个职位 基本上是每个职位的时间很短 也没有什么起的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群绕 她在党里 她在英国社会内部肯定不她的竞争最小 那个那个前那个财经大纪 也不是因为所谓的靠她的辐射在最后当时的这个英国手上的 因此来讲的话 我觉得她对这个对中国也好对俄国也好 起那种强硬的立场的话了 这个东西由于英国它不是美国了 这个所以讲这个再加上这样一个脱欧 而且它现在基本上是四面开火 对欧洲也不感冒 对法国也不感冒 这样的话就是你非常强 除非她在实际的我们讲这个这个政策中心有所调整的话 如果她的对中俄 欧盟 法国等等都开火的话 我觉得以英国现代的这样一个国力的 她也向美国开火啊 对 有人说是她也向美国开火 但是会不会向美国开火 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至少是说穷俄对她这个周边的朋友对这个中俄开火的话 同时以英国现代的国力的话了 再加上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趋势所带来的这种稳定的上京式的那种简络 塔尔斯博尔没有他们这样去微博的话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的 加上英国现代的国内的这个通膨经济放费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对英国下一阶段来讲 这个形式我觉得并不是我认为不是太很很乐观 只是我看法跟你一样对未来这个英国的发展 不过这个郡涛这个英国本来是日不落地谷 那但是他现在连自己的这个DDP都被他的这个印度超越 在第五下已经变成印度了 那刚才这个郁文跟盛平也提到了他们的看法 1324对英国的legacy无庸置疑 但是未来其实很多人讲说英国要当世界的英国 很多人根本不看好 你怎么看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二位嘉宾还是低估了英国女王呢 对英国的贡献还有英国的王位在英国和世界发展格局中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还低估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这个这个女王在继位就像英国经历了战后的一个很大的变种变革 在这个变革中你可以发现这个女王非常好的处理一些事情 她能比较好的处理事情实际上是 也就是说她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式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女王继位的时候 是整个的大英帝国是在奔崩离析的 女王后来呢成功的还是把15个就是英联邦的这个国家留这个 留在这同时把这个就承认她为元首的 同时英联邦的这个范围呢发展到了54个国家 这个等于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我们也知道英联邦的这个 在世界各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她都不仅是对英国对世界各个影响 而且其实女王这个角色呢在英国一直 因为她英国现在有四个方面呢 她是这个大英帝国这样她有四个部分 女王由于她个人的存在在很大地方成为四个方面 还能比较好的把这四个方面都团结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帝国之内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女王本身呢作为象征来说呢 这个她确实也得到英国人的忠心爱戴 这个女王她走了之后呢 我觉得首先对英国的政治稳定性会构成一个影响 就是因为毕竟呢这个在在这个 我没有去仔细查过每一次啊 就是我是在70年代我读到的一本书里 就讲到女王一般是临朝不理政 但在英国发生大的宪政危机 是女王的背书啊就是关键的 这个有点其实中国的本来国家主席啊 和这个像这个其他一些国家搞这个就是总统是虚军制的这些呢 本来都是要就是最背书 你不背书本身这个国家会有一个宪政性的危机 所以女王在有六次到医院去做背书和不背书的这个决定的时候 实际上对于大英帝国的延续仪的方向是有比较大作用的 所以这个在现在看来呢 我之所以我觉得各界对女王这个赞誉有加 就是说在整个世界格局和英国的这个大英帝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时候 女王的应对基本上是得体的 而且既保证了英大英的这个这个传统的这种延续政局的稳定 同时也也是使得大英帝国在世界的格局中间 一直还是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正面的角色 当然说关于他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那个打法 那个当时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所以这个但是现在女王不在了之后呢 我觉得她的缺位呢 其实也是给查尔斯王子的一个机会 因为女王在机会的时候 大家也没有想到她会有今天这样大的这样一个功劳 大概她是在世界上啊 这个担任这个王位时间是仅次于路易十四的 她是路易十四的好像七十二年七十三年 她担任七十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起了很大多 那下一步呢查尔斯王子呢 她继位是七十三岁继位 她可能不会有那么长时间 再为呢可能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 而且英国又脱了欧等等 像这些事情呢 使得英国的本身在世界的中的位置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小 就是说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英国本身现在面临着 比如像英格兰 像苏格兰啦 还有像北尔兰啦 还有威尔士等等 他们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种分离主义的倾向 在这些在这种挑战面前 查尔斯呢 他的政治的这个凝聚不够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尼里莎白尔士在继位的时候 实际上大英帝国至少形式上啊 那些旧的这些一代的这些政治人来认他 现在年轻一代起来 还认不认他很难说 因为现在据说这个澳大利亚呢 就已经开始有比较强的舆论 就不再拥戴 就是像这些 我在澳大利亚 我在西西兰待过的 他们呢 都是把这个女王的生日当作 他们的一个国家 一个节日 将来查尔斯的这个王子 这个查尔斯现在国王了 但是这个他现在能 会不会还能作为节日 还有没有大英的这种联邦 还能不能像女王再世这样的 如果不能再的话 那对整个世界政治格局 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呢英国呢是面临的挑战 世界呢也在面临这个挑战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英联邦 还有这个大英帝国的影响力 当然里面提到英联邦里面 就提到加拿大跟澳洲 澳大利亚跟这个纽西兰 其他都是一些小国倒国 你怎么看 英语王之所以啊 是在任的这个国家元首里面 最受人尊重 尊重的是因为他维持了 作为一个一个君主的这么一个体面 一致虽然王室丑闻不断 虽然英国的国力 过去一百年 这个不断的衰落 那么英国的政治 这些年陷入到非常混乱的 看不到希望的一种前景 但是他还是给人一种温情 一种稳定的一种力量 跟他刚才讲的 他就是维持了一个尊严 一个体面 但是随着他人家的这个趣事 英联邦这样一个 现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体育功能 搞个体育比赛的这种功能 那么应该会慢慢崩溃 慢慢会改变 加拿大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新西兰也好 这样一些国家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体制 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正常的 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这种相当意义的形式 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稳定 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功能 反而让这些国家呢 没有办法真正走向现代化 英国的王室在争取立行过程中间 确实是有他的这种 对英国的政权的过渡走向民主化 确实有很大的功劳 但是从历史来讲呢 已经查尔斯三世还是 菲利伯三世还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军后有没有定下来 已经定下来了是吧 对 曹老师三世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OK 就是 就是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必要再继承下去了 如果他能够作为最好一代军王能够做出一个最了不起的动作 在他手里告别这个王室的时代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功劳 没必要再要他的王子继承下去了 只会出于旅游的需要 出于娱乐的需要 制造丑闻啊 或者是制造一些娱乐的新闻有必要 但是否则的话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 他们已经走进历史 其实英国呢 我们很多朋友在英国 都是感觉到英国的这个社会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在其他国家里面可以说是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过去的100年的历史 它确实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衰落下去 所谓的现在特拉斯 说什么铁娘子 一个是现在的情况 虽然跟铁娘子一样的 那个时代很艰难 但是那个时候铁娘子还有工具啊 还有工具啊 现在这个特拉斯有什么工具啊 他去打击什么工会啊 他有力量搞活什么经济啊 他在外界上 就是刚才日文讲的 他四名为敌最厉害的国家是英国啊 对吧 他连美国的得罪啊 对不对 他连法国 德国 甚至自不量力的去挑战中国 自不量力去挑战俄罗斯 甚至那个极其丑陋的那个首相叫什么 江省对不对 还去这个 几乎去挑拨这个乌克兰 不让乌克兰去跟这个俄罗斯去谈判不走向和谈 对吧 完全自不量力啊 现在的经济的糟糕的经济体昨天的数据显示出来 最糟糕的 增长 一个是俄罗斯 第二个就是 这个英国 现在英国通货膨胀 能源危机 资金缺乏 人才缺乏 劳工缺乏 根本不可能走出来 现在的这个特拉斯回天无力 未来的保守党下退之后的工党 也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昨天在点点今天事的节目里面 我就问这个事情 我自己问自己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从文化、从政治 奠定了这个现代化的基础的国家 在全世界都有 全方性的 着用的国家 为什么民主体制 就让他的政客们变得一个一个丑陋无比 居然还脱欧 对吧 居然还去 几乎去 去挑战这个俄罗斯 让这个俄罗斯和 这个乌克兰的谈判 变得更加艰难 那方妖无比嘛 对吧 然后你在爱尔南、北爱尔南的上面 你还去挑战这个 班农总统的情感 这到底干什么 对吧 一片混乱 这些政客不像政客 什么 哪里有什么政治素人啊 对吧 他懂什么外交啊 他懂什么国防啊 他懂什么治国的理念啊 就是靠他胡言乱语嘛 对不对 靠这个民策嘛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民素质很高的国家 对吧 体制也相当健康的国家 为什么反而选出这样的 这个领导人呢 对吧 对于中国很多观众来讲觉得 哎呀 这个江森很清和啊 你看看他骑自行车啊 对不对 你看看他头发的很乱啊 你看看他可爱啊 这是表演啊 政治家需要的是你的能力啊 需要的是你的道德的勇气啊 你到底演出是什么 不是去讨好民众意识的情识啊 你是要带领这个国家走出来啊 那我跟英国的朋友讨论 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英国嘛 所以我就跟他们不断地讨论 讨论久了以后 我原来他说 工党上来是不是好一点 他说你他 高估了我们的工党了 都是一塌糊涂啊 民主选举这样一个我们层上的体制 为什么就不能选出优秀领导人 反而选出了一个这么烂的这些领导人呢 对吧 那个泰拉斯 那么一个封定的 这个人物终于成为英国这么一个首相 他比城省好到哪里去啊 他觉得要按黑按钮 对吧 他当个国王大臣 他刚上任这个和平就 已经 批评体无完乎 对啊 你你你英国现在 好在他那个 这个希望 稍微干净点出来 对对对 原始我们今天的批评 基本上他的 其实当然 我是觉得看来整个西方的媒体 所有媒体对他的 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几乎 鲜少有 这两天看来 鲜少有这种 他不但维持了一个体面和温情 在英国皇室那么丑闻的情况之下 英国的政治一塌糊涂的情况之下 他确实就是一个象征 叫体面 而且不仅是体面 他还保持了他某些个性 因为他在二战的时候 他接受过军事训练嘛 对吧 他很喜欢开车嘛 那么他到沙特去的时候开车 这个沙特黄鼠一跑过来一看 英女王开车他吓一跳 知道吧 然后沙特黄鼠没办法 就只好坐向他的车 这个英女王就是高速的开车 标车呀 把那个黄鼠给狭化了 但是他突然又紧急刹车 要把黄鼠给撞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干呀 就是因为他觉得 在沙特这么一个国家英女王 女性不能开车 他就故意开一下车 所以有时候还能够表现他一些个性 还是很可爱的 你看 他胡闹你就接受 那个留个乱头发你就不接受 对呀 不是 他的这个行为整体上保持了一个体面 但是你这个留同会违法 但是你开车在沙特是违法的 而且还壮你看你这个 倾向性太强了 对呀 我就是尊敬这个英女王业务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个强生这样的人 你就是说 那好了 那我再 那我觉得呢 我觉得你们讲的吧 就是还是你知道在政治体制中间的 一般的有个政治体制就是说 即使像共和制的国家为什么要搞一个总统 就是如果他不是总统制的话 他需要这么一个代表国家象征国家荣誉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 就是他因为他的签字 才能让议会中的法案生效 他的这种背书才能让一个正式的政治选举的 所以他有一个虚军制就是中国过去国家主义也是这样的 像西方一些总统的也是 他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实权 他就是一些礼仪性权利但是这个礼仪性权利你不走完 你就不能生效就是那种政治产生的结果不能生效 那么英国女王其实他就是历史上传承下来这个 对军主立宪制和那个法西斯的那个宪政道路 德国和日本的立宪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要让这个虚军制的临朝不理政 所以他成了国家的一个象征 他当然就要求得比较高的道德水准 但是他不是选举产生他是世袭产生的 那这个呢其实世袭产生你要知道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 是产生在这个就是在高地呀 就那些的北欧的那些地方 但后来的伊斯大战二大战 他们又改成了王权就改成了君主立宪 这不是没道理的 我是觉得呢我们讨论问题得讲道理的 这不是现在在这个地方能够讨论清楚的就是君主立宪好还是什么 那不是说王室有一个丑闻就好像他就这个王室就不该存在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我觉得关于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些民选的官员呢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说话说的太多 怎么样我就觉得吧 你们对他呢对习近平还是 有区别了 习近平那个家伙干那么多的坏事 对吧 这个你不去搞那么肉麻的吹捧 搞的那些丑闻那么多 你说你不去说他 结果你对一个民选的政治家这样的 横潮鼻子 鼻潮眼的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就是我们还是应当呢 就是在一个讨论问题中呢 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 在我们用良知做判断一个基本平衡 我承认啊 就说对习近平的这种评论上呢 我是采取比较苛刻态度 因为我是中国公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习近平确实他权力太大 他不像其他西方民选的政治家 他说他是总理也罢 他是总统也罢 实际上他不能拿法院怎么样 他不能 拿老百姓选票怎么样 他不能拿媒体怎么样 而习近平呢 他确实建立了超越一切的权力的时候 他就应当对所有的问题承担责任 要被追责和问责 特别是在国内 他不许别人追责和问责 我们在海外应当对他严厉一些 好谢谢 那有没有人要补充的有没有 你问如果胜病没有的话 这个英国女王辞世 明年 加两句吧 就是 何兵讲他开车啊这些 实际上女王是有很多特权 他有20个特权 其中之一就是呢 他可以随便开车 他不需要驾照 就是他也可以随便超速 没有人可以管他 他也可以不交税 但是他呢 没有 探用这些特权 比如他从92年起 他就开始交税 按照规定他可以不交税 所以就跟他讲的这个 苛刻呢 这个我倒是部分同意 就是 你作为中国公民 经常你这样讲 你对中国的领袖的苛刻 还是对的 但是作为美国公民 比如说像 像我现在 我就觉得我对中国的事呢 我就不能太苛刻 就是你提到 点到为止 人家听不听那是别人的事 对 我同意 好谢谢各位 这个英国的王这个 明年查尔斯王子 要有个加冥仪式 到底会不会举行 现在好像查尔斯王子 保持保留态度 因为在整个英国 现在形势之下 他好像也提出来 所谓的简易王势版 当然这简易王势版 到底能不能够 落实下谁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王俊涛 谢谢黄世民 谢谢邓一文 谢谢和平 也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支持跟关注 我们今天中国人 就到此告一 这个段落 预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谢谢谢谢 把枕头欺负了一下 枕头上不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晚要赶飞机 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请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